再来我们要开始看题目 第3 六徒所有的接触面试都一样 然后呢我们推甲不会动 推移也不会动 然后钥匙呢比刚好可以动 要施力15克重 刚好可以动是什么意思 最大的净摩擦力 15克重 然后请问你 回答下来的问题 第一个 浮甲的摩擦力多少 第二个 施力25克重能不能 让他 那个 土甲的东西会移动 第1个 浮甲的摩擦力 刚才教会今天是我的重点 我刚才说过重点 推东西而东西不动的时候 近摩擦力等于外力 刚才讲过重点 所以我土甲我推几克重啊 5克 5克重不动啊 对 就要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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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克重 这样25克重 好 那我问你啊 25克重能不能使甲会动吗 好 是不是能不能使甲会动吗 好来 刚才讲过了 你要正好施力15克重 你要正好施力15克重恰可移动 表示最大金融派力15对不对 对 那表示100克重的时候 东西重100的时候 对不起 200的时候 东西重200的时候 最大的金融派力多少 15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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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呢 假设400 你这几倍 2倍 所以算多少要几倍 2倍嘛 2倍嘛 2倍对不对 2倍 所以刚才的最大金融派力15 那变成200 最大金融派力15 那四百多少 就30嘛 2倍 那我最大金融派力30 那你推我25克重会动 不会 超过我这个 所以我们就不会动 我们就不会动 这个是 硬体3 硬体3 可以吗 可以 很好 好 好 下一题要换各位 同样刚才一样的图 一样的说法 但是改问了两个不一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问你 途中甲跟鱼 谁受的摩擦力比较大 第二个问题是问你 把甲跟鱼叠成像饼的时候 你最少要试多少力 它才会动 好 第一个问题 甲跟鱼 谁的摩擦力比较大 就是用我们刚才所教过那个原理 叫做 东西不会动的时候 东西不会动的时候 进摩擦力就等于 外力 二七 二七 答案 你说什么 一 一 答案叫做 一 因为我们前面跟你说过的重点 撕力和物体不动的时候 进摩擦力就等于外力 所以呢 甲的摩擦力就是五克重 你的摩擦力就是十克重 所以呢 你的摩擦力会比较大 你的摩擦力会比较大 那么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把甲跟鱼叠在一起 你最少要试后它才会动 就是我们刚才给你讲过的 最大 即摩擦力跟正向力成 正比 考这件事情 考这件事情 所以它应该要有多少勒 它应该是多少勒 应该找个 可爱小女生 什么 25 怎么 多少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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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45 45 45 55 哪一个 45 哪一个 45 45 请坐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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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力要恰好等于最大 才刚好可以动 才恰可移动 题目里面说 乙要施力15克重才会动 所以最大进化力15克重 最大规模差力跟正向力 成正比 成正比 所以乙的正向力200 200的时候要15 变成 变成比的时候是600是三倍 所以就是它的三倍就是45 所以就是45 所以说45 所以呢 我要施力45克重 它才会恰可移动 恰可移动 这就是 再考你 再考一次 刚刚讲过的重点 最大进磨叉力跟正向力呈 正比 OK 然后施力要恰好等于最大 刚好可以动恰可动 要动不动的样子 OK 就是练习6 OK吗 OK 很好 下一题 下一题 200克重物体放于水平桌面上 有个4 就是刚刚讲过那个图 进磨叉力动马哈利的图 好请问你 下列叙述 我对它是三壳特重的外力 请问你 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下列叙述 进磨叉是0吗 还是多少勒 还是怎么样勒 方向向左勒 还是向右勒 是动摩擦勒 还是进摩擦勒 11号 吉利 你的答案 PLEASE STAND UP 你选2 你选B 请坐 你选B不是吗 那你选谁 你选谁 快点 你选谁 B B 请坐 B 请坐 外力 图上显示 是最大 近摩擦力是60 撕力要超过60才会动 所以你撕力30不会动 撕力30不会动 外力就等于近摩擦力 所以近摩擦力就是30 我告诉过你摩擦力跟我们的方向相反的 所以你向右撕力 那摩擦力就向哪边 向左 这样才会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合一才会是零 所以我们答案选C 所以7G的答案是C OK吗 OK 那请问你 用100克推它的时候 那摩擦力 看图就知道 看图就知道 好 那摩擦力是瓦罪的 帅哥 这里没有帅哥 这里没有帅哥 都抽不到帅哥 为什么都抽不到帅哥 为什么这为什么都没有号码被黑掉了 喔 我不是帅哥 我不是帅哥 看看我的脸是黑 打案 我弄的黑 D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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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 六十 势力100会不会动 会动 会动 会东 会什么力 动摩擦力 动摩擦力 动挨力多少 五十啊 最大摩擦力 五十啊 对 施力100已经超过最大性摩擦力六十 所以东西会动 东西会动 就会变成动摩擦力 图上已经告诉你的动摩力ое 五十啊 所以我们答案就是选多少 50啊 不跟你讲看图就会了吗 看图就知道了嘛 可以吗 可以 很好 请解课要练习